在這個季節還能看到銀杏古樹 不錯不錯 上面還有兩個鳥窩呢 我的天 我看著覺得真的格外漂亮 我還意外驚奇 為什麼這個季節還有這麼漂亮的 然後地上也沒有落葉 我走進了一看 全部都是假的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葉子的 全部都是人工給種植上的 但是從遠處看是真的好漂亮啊 有一種秋天的感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里行的巧克力 巧克力現在是自駕來到了 荷蘭洛陽的龍門石窟 那現在跟著巧克力一起 我們進石窟看看吧 龍門石窟呢 是世界上造像最多 規模最大的石像藝術群 唉 我在這邊看著呢 就是感覺它跟千佛芽 有點類似 不知道他們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 具體的呢 我也說不上來 它太多的意義 從這邊看過去呢 就是這樣子 一排排石窟窿 這石窟窿呢 它是一直到 持續到那邊 在這邊呢 還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典故 漁越龍門 你們可知道 這個典故故事是由何而來嗎 啊 啊 站在這裡從這邊看過去呢 整體對面的石窟就這麼長一堆 在這下面呢 是有一個祭台 還是什麼東西 你們可知道是用來幹嘛的嗎 現在呢 我們是來到了白巨的墓 你們猜一下它是什麼樣的 我沒來之前 我想像的是 它的墓應該是一個非常大 非常大非常壯觀的 然後呢 它就是這樣子 建了一個紀念碑而已 啥都沒有 好吧 是我太天真 好吧 我又錯了 原來 剛剛那個不是它的墓 它的墓是在這邊 可否記得 這個 離離圓散草 一睡一枯蓉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這呢 是白巨翼的絲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才是它的走 關走 呃 公墓 非常大的 好了 那現在龍門石窟呢 我們就已經全部賺完了 它這邊的門票呢 是90塊錢一個人 包括白巨翼的墓地 一起 那你們覺得值不值呢 看個人喜歡吧 總體來說 從進門開始 一眼能夠忘到頭 好吧 這期就這樣了 拜拜